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中国人对民主自由法治的追求的热情 一点都比其他国家差 甚至还有过之 那么我们就把目光拉到今天 我们来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既然有八九民运这么一个历史 并且有大家非常高昂的一种热情 但是今天是会议回来了 比如说现在出现海外爆料的问题 大家也是纷纷的去参入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了 那你这个海外民运二十七八年 你还不如今天的爆料 您怎么看待这个爆料的事情 当然这两件事它还有很大的不可比 你要想当年那个八九民运 包括在海外 那造成那种全面影响 那显然是和现在的爆料是不能相比的 当时的二十几年前 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 那么在西方就是已经是电视时代 那美国的几大电视台 每天新闻节目 你一看第一头都是天安门广场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 在给整个世界造成的这个强烈印象 我觉得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同时这个像那个在国内 那就不用说了 那个参与的人数之多之广泛 包括党政部门 包括党政机要部门 包括很多这个中共的高级官员 都对民运表示了相当的这个同情 或者支持 所以那种的震撼力 那种对整个世界历史 对整个历史的覆盖 那是现在确实是没法相比的 那当然现在爆料有它的意义 另外呢 他们很多人 你刚才听到的说法呢 他是针对现在一些民运 海外的民运 他们在海外做这种事 做那种事 好像都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没有国文贵报料 影响那么大 这当然有很多特殊的原因呢 包括一个国文贵 他的特殊的背景 而正是因为他有这种背景 他才可能掌握一些所谓猛料 那么才可能 而这种呢 这个问题呢 我也一再强调 就是海外的爆料 其实对于中共官员 这个统治集团 他们的贪污腐败 那么是人 其实早就是人所周知的 并不新鲜 那么而这个问题呢 他现在他这次呢 是以一种更生猛 更生动的形式呈现出来 所以就吸引了更多受众的注意 另外呢 这里头呢 我们也都看到 他反映了中共上层 他们的一些这个派别斗争 人们是在看到这种一种可能性 换言之 那这个现在的爆料 如果他能够就是 激发就是 刺激这个党内上层 他们的一种某种权力 一种斗争 那么他就可能引出一些 很重要的后果 反过来呢 如果像你知道目前为止这个样子 就像过去什么巴拿瓦文件 或者纽约时报 红博新闻 对中共高层那些 这个家族腐败的那些爆料 为什么没有起大作用呢 那中共当局就是 就是装聋作哑嘛 你说你呢 这党没听见 那么他们上面 就是依然雇武 那么他就 这些爆料就 就没有起到多大大作用 同样你现在这个爆料 也要有这个问题 如果中共当局就是采取个不理不睬 换言之 其他的派别的人 如果不借题发挥 那么你单靠这个海外的爆料呢 他可能就是确实只能造成 一定的新闻效果 而并不可能 等着这个 并不可能造成什么 一些实际的 一些实际的政治变化 所以这点来说 我觉得其实还 还有待观察的 霍平老师 22号 就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在马里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发表了一个演讲 他从美国的新鲜空气 谈到了学术自由 谈到了民主法治 谈到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 他说了 这是自由是另一种空气 是氧气 但是很多中国留学生 就开始抨击他 开始反对他说他辱华 不爱国 并且制作了视频 去对抗他 我们再比较一下 8964也是这些学生 纷纷站出来 为祖国 为民主 而今天我们看一看 并且这些学生 还是从国内到国外来的 我们是不是感觉到 我们这个时光 或者我们在倒退 我们学生的数字在倒退 您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那当然是个倒退 你和20年想留学生相比 那就差得太远了 当时那些留学生 80年代理替留学生 对政治都很关心 都一到美国来 就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 讨论 对中国的问题 是个热烈的讨论 在89民运高超期间 那更是都成立了 学生自治联合会 原来有中共使命馆背景的 这些所谓学生联谊会 那几乎都土不瓦解 那呈现出完全一边倒的 这种局面 另外这和当现在的 当然情况确实不能相比 当然我也认为现在情况上 它也是个临时的 一个展示的现象 另外它也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当局那种持续的压制 所造成的在一些年轻人中间的 一种畸形的一种心理 它并不是正常的 并不是正常的一个心态 其实我觉得对中国人的这种 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望 对民主参与的这种热情 我们切切不可以低估 他只是在高压之下 这种热情这种激情 得不到任何表现的机会 那我们可以想 我们敢说 如果中国一旦有了政治开放了 那么在中国人中 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他们所迸发出的那种 政治参与的热情 一定会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 所以在这点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性 更何况是在长期的压制之后 人们一旦有了这种 自由表达的机会 你会看到 他们绝不像我们现在 看到的这个样子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刚才胡平老师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为什么中共将而不崩 并且提出了 很多有见地的意见 但有一些错误的观点 也进行了批驳 同时他寄予希望 他说如果中国一旦 政治民主开放 中国人的热情 所迸发出追求民主 自由 法治的热情 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差 会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所以说我们应该充满希望 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冬天 但是我记得英国作家雪来的 一首诗说 既然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胡平老师 我看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